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最新的Google Drive一键扩容到无限空间 谷歌的云端硬盘个人是15GB的免费空间 原来有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团队盘的形式提升到无限空间 但是后来都失效了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合集 具体使用的方法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我在这个浏览器里边直接登录一下云端硬盘 你可以看一下左边的菜单 第一个是我的云端硬盘 第二个就是电脑 然后我们需要进入一下这个地址 在这里给团队盘输入一个名字 这里输入谷歌邮箱的地址 然后验证一下 在这里点击创建 稍等片刻之后呢 他就说分享盘已经成功建立了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谷歌的云端硬盘 我们刷新一下 左侧的菜单栏就多出了共用云端硬碟 我们点击进去 再点击一次 点击我知道了 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就是谷歌的团队盘 也叫共用云端硬盘 这里就是无限空间 不受15GB的限制 我们可以在这里新增 文件夹或者是文件 我先上传一个文件 现在这个文件就上传好了 在这里可以管理成员 也就是这一个团队盘呢 最多可以5个人共用 在文件上点击右键可以预览 这里是取得外链 这里是下载具体的下载速度 要看你本地的网速 无限空间的团队盘 我就介绍到这里 申请的地址 我会放到视频的下方 然后有需要你可以申请一个 如果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请一定要关注我 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拜拜